好 非诚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谭江龙 民国百一十年十月八号星期五 礼拜五的时间七点钟的时段 我都会在这个时段当中 每个月呢我会挑两个旅游产品 那让大家呢在安排自己周末生活的时候呢做参考 好 今天因为现在现在有疫情嘛 所以那出国的出国的出国就算了吧 那我们都都是呢在台湾好的好好的享受呢 台湾现在防疫呢已经都陆续都解封了 那国民旅游呢也很方便 台湾本来就好山好水 可以吃喝玩的地方很多 而且我坦白说过去一年多 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出不了国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台湾的旅游的需求更深刻了 也能够把台湾玩得更全面更透 好的 今天我们的两段的节目呢 都是跟台湾的旅游有关 但是呢我们的第一段的节目很特别 因为这个人我在 我在我很诚实讲 在我的新闻工作上面来讲 我会一直注意他 可是我都没有机会跟他好好聊一聊 这个人是谁呢 在我们线上的彰化县长王惠美 王县长县长好 江龙兄好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当县长当三年多了对不对 还没 两年多快三年 两年多快快三年 就是准备要拼连任了 对 这两年多的心得可不可以讲一下 两年多的学习很多 特别是因为这两年多 刚好是有疫情的时候 然后彰化现在防疫这件事情上面 我又觉得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 所以我才会觉得王惠美是很厉害的 在防疫上面 我们是有超前部署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PCR的话 在我们第一个案例 就是在台湾在彰化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建制一些PCR的一个检验 所以我们在疫情很高峰的时候 我们大概12个小时PCR就可以做出来 绝对不会放三天 然后还有校正回归的 最主要就是我们第一个事件之后 我们就开始在建制 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我们也在第一时间之内 就把夜市 把这个宗教的东西给灌掉 就是就停止 虽然一开始骂得很凶 但是毕竟这个有传染电的东西 还是需要及早去把它断绝的 所以后来还好 虽然被骂了两天 后来中央也紧急的跟着 终止这些夜市什么的 那一路走来 我觉得还要财照 谢谢我们所有乡亲大家的配合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 因为我在旁边看 我就觉得 我觉得彰化还能够走在六都跟中央的前面 对很多防疫 当大家对防疫都还不太有概念 但是我觉得彰化做很多的政策性的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彰化是很有概念的 所以我才会觉得很好奇 就让王惠美这种判断是从哪里来的 应该相信专业 因为我有个非常优秀的卫生局长 他本身是工卫专家 我注意到了 对 那因为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专业 然后我们的一些政治判断 要去拔弄去 其实这个不太容易 就是你要冒很大的风险 因为你看中央 中央给给你们这么大的压力 觉得你们好像在打他们脸一样 好 但没关系 我坦白说 因为现在全台湾在五月 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的疫情过了之后 到最近这一个多月 总体的疫情的数字是漂亮的 慢慢的从三级降二级 现在二级也开始往一级的方向走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生活都恢复正常了 虽然还是有些人流的限制 不过你看刚结束的 不管是中秋节假期等等 人山人海 现在周末大家都疯狂的出来玩 过去大家在出门旅游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忽略脏话 你到中部你可能会觉得 台中是大都会去 台中玩完了北边有苗栗 然后再往里面走 有南投 都往这地方走 你在中张头 中跟头你都会注意 你就比较少注意脏 所以我今天特别请王惠美 好 我给你15分钟 你一次把它讲完 如果今天一个像唐强龙 因为对脏话只知道中跟 中跟头不太知道脏的 去脏话的时候要怎么玩 我想在疫情期间 我们也做了一些超前的部署 因为疫情大家没办法出国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把300多家的旅行社 也带进来脏话 做了一些相关的包装 过去就像主持人讲的 我们大家都会跳过脏话 因为脏话过去 大家都认为它是旅游的一个沙漠 实际上我担任县长之后 26乡镇走透透之后 我发现脏话实际上很有料 是我们过去太低调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 我们找旅行社下来 它竟然能够把脏话包装 16800三天两夜 那最近又包装到26800 所以显然脏话有真的有非常多 这个很傲人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你来的话 有几个部分我会推荐 那就是彰化有几个都是 亚洲唯一或者世界唯一的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的扇形车库在彰化市 那这个扇形车库也就是说 火车的旅馆 那这个就是以前建制的时候 那日本人那时候的一个智慧 它能够用小小的面积 把我们的火车 让它能够进去里面 然后透过那个转盘 让火车能够出来 那这个也是亚洲唯一唯二的东西 那另外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世界唯一的玻璃庙 这个台湾玻璃庙 那台湾玻璃庙 它本是用这个7万多片的玻璃 去把它叠成起来的 那依照不同的这个 那个阳光 不同的这个光线 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 也是我们也列为 无形文化资产的海牛 这个方圆的一个海牛 那最主要你就坐着牛车 然后到我们的潮间带去 那到了潮间带去 你呢 这个这里的蚵仔又不一样 它叫做分珠蚵 它是做SPA的蚵仔 那一般的那个养科人家 都是在海平面以下 那我们这里的科 它是在这个潮间带 所以它每天这个海水 起来的时候 它就潮间带就把这个蚵仔 这个洗一洗 然后这个海水退了 然后它就在上面做阳光浴 那所以说这边也有特别不一样 那你在这个潮间带上面 你可以有很丰富的一个生态 当然你在这边 我们也有一些行程 是安排你在这里 马上可以开蚵仔马上吃 或者你可以在这边 做这个烧烤的一个部分 把蚵仔涂起来 这样的感受是真的是 都市人完全没办法去享受的 来到桑花 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享受 那因为最近刚好在这个海牛的附近 我们刚好有个蛮有名的 叫做海空步道 那海空步道最主要就是旁边 它有一个红树林 然后透过海空步道 我们可以就是很 这个近的去欣赏到 我们潮间带的这些生物 那我有在媒体上面看到这步道 那这步道从哪里进去 这步道就从我们一个普天公的旁边 这里就可以进来了 它在哪个乡算哪个乡 它在方苑乡 所以你走61线下来 在方苑下来之后就很简单 靠海边的 对 然后所以它才会有一个海 海空步道 那在这里你又可以走到它的一个观景台 就是观 它这附近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那这边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水鸟的部分 然后旁边我刚刚讲的 你到方苑到普天公这个地标的话 普天公又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妈祖庙 面积最大 然后最近刚好我们的一些这个乡亲 跟旅外的乡亲又回来 花了一波把后面的天公殿又整修起来 做的真的是金币辉煌 所以来这边你可以祈求妈祖提供保佑 又可以去亲近大自然 然后又可以坐着那个牛车 慢慢晃晃晃到潮间带去 那所以说这个是真的很不一样 然后旁边又刚好 又有我们的一个这个王宫的一个这个灯 那旁边又有个王宫渔港 所以说它整个的过程是非常棒的 那你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什么黑嘴 欧拉大勺玉拉等等的这些东西 非常的天然的东西 那可以这个就是变成会有一个套装的 你在这边可以从早晚到晚 就是都在方圆这个地去玩 那当然旅游的话 你如果要比较喜欢有人文的 那你就要选择彰化的鹿港 一府二鹿三蒙洋 那在这边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博物馆 那你在这边的话 你就有孤家的大宅 一个那个丁家大宅 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刚开发的一个核心青窗基地 我们把历史建筑物整理起来 就开放给九个青年朋友 他们就直接在这边能够以工艺换租的方式 就进来到这个场域 然后去做不一样的一个经营 那这些青年朋友真的也很有才 那我常常就说不怕没人才 怕没舞台 所以现在县政府一直在搭这些舞台 让这些有才能的人不断的发挥 那在鹿港地区当然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定的古迹 什么荣山寺 那大家知道的天后宫 老街等等 那这些的话 你也可以很悠闲很悠闲的走 那因为最近又到了我们的五这个振兴卷 所以每个商圈大概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加码的一个东西 所以真的这阵子来彰化绝对是很棒的 那彰化还有一个 我们也是花的故乡 我们田尾是花的故乡 所以你喜欢棉花乐草 公路花园 对你来田尾的公路花园来田尾的这边 就是绝对是没有错的 那这边的话 你就可能悠闲的看看 看看我们这边的花 然后园艺各方面 那不同的时间 他们还有一些不同的特别的景色 那所以说来的话稍微做个功课 你就可以有更不一样的一个体会 那实际上我们这附近还有一个 陈美这个文化馆 那里面真的真的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 把很多漂亮的 这个不输日本的这个 的造景 说真的在里面的享受 你不输日本的造景 可以在这边很悠闲很悠闲的 然后看看这些 几百年的这些树 然后这些景真的也很不错 所以在彰化的过程中 你看你是要走自然风 或者要走人文风 或者要走这个山的部分也有 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八卦山山脉 那八卦山山脉的部分 像我们昨天就开幕了一个 我们的清水的这个露营区 那这个露营区也是全中部合法的露营区 那它的总面积有到12公顷 那它现在是因为我OT出去了 这也是历经两个县长到我第三个县长 终于把它OT出去 那经过一年的那个厂商的一个准备整理 现在昨天刚开始 开始那个营运 那它你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有也有很高级的享受 你在这边可以搭帐盆 但是你在里面有冷气吹 有好的浴缸可以泡澡 然后你这个可以晚上 可以出来外面听听蟲鸣鸟叫 清存起来 你可以在这个园区里面晃 那旁边附近也有一个18弯古道 然后也有一个古叉 在中部地区三沿二世里面的一个清水岩寺 这边的观世音菩萨也很灵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享受自然 又有很好的享受 那在这一个路线山的路线 我们大概是在舍头田中跟二水 那这个大家知道的田中嘛 还有我们二水淘水节 这个都是在这一个山的一个洞线里面 那这三个这几个乡镇的农会也很有财 所以我们这里的一些农产品 一些所谓的休闲观光工厂 休闲工厂也有一些 那休闲农场也有一些 所以这个搭配起来的话 你也可以走这种自然风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跟产业有关 我们有15间观光工厂 那特别是在滨海地区的观光工厂都大概就占了 我们将近三分之余以上 有哪些观光工厂 因为彰化过去其实它的工业农业都很有名 好那观光工厂有哪一些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彰化的沿海线有61公里长 所以我们最近在打造沿海的地区 你从深港我们有一个叫做白色海豚屋 你就可以来这边打卡拍照 这个也是网红常来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结婚在这边拍婚 照照那个气氛也很好 那旁边看出去就是刚好失地 如果刚好退潮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失地 然后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风车啊 那夕阳在这边拍照 那个效果真的是很好 然后往下走到我们的线西 线西这边你就有一个温暖渔港 虽然小小的 但是在这边你可以采购到我们很新鲜的这个渔获 然后接着在这个线西里面就有两家观光工厂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饼干工厂 这个也是一个隐形的冠军 他们的行销非常替很多的国家代工他们的饼干 甚至我们国军的饼干也都是在这边做的 他的就是台湾优格饼干学院 那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看人家这个做饼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食欲的一个教育 然后在这边你还可以做一些DIY 那他的城堡很像魔法 让你这个进来的话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很喜欢 然后旁边还附近还有一个叫做 新麦蛋卷烘培王国 这个是做蛋卷的 一样你可以有蛋糕饼干泡芙 还有一些DIY的课程 这就是我们在线西方面走的 那当然你在海岸线 在这个海边的部分它还有一个依照潮汐不同的一个小旅行 但是你要提早去预约 那走下来再来就是到鹿港 就我刚刚讲的你鹿港就可以有古岔 可以看你可以有光 这边有一些观光工厂 我刚刚讲的那个玻璃庙就是在鹿港的地区 其实你要到鹿港 起码你要待个半天以上的时间 半天太少了 对 起码了 半天太少了 如果你去过的 你就如果只是吃吃喝喝半天 如果你真的想好好玩鹿港 没有一天以上的时间 其实都太可惜了 对 那他也很 我们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张宾工业区 那张宾工业区里面就有四间博物馆 观光工厂之类的 那四间观光工厂就很值得你可以玩一个早上 或甚至玩一天 他里面有白兰市健康博物馆 来到这边还有你请你喝 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 我们的这个食欲的一个教育 那你来就我刚刚讲的玻璃庙 玻璃庙它也是有一个观光工厂 它把玻璃的一个变化 玻璃的一个成品 那可以透过它的观光工厂里面去呈现出来 那你又有这个我们的玻璃庙可以看 那另外的话你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卷木博物馆 那卷木它就是把制造木的过程中 然后包括它里面的一个树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完了之后 它有一些产品有一些DIY的卷木生活馆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断代王观光工厂 那断代王就是说从过去传统的产业 它只是纺织很简单很单调 但是因为它也看到这个传统的一个这个状况 所以它就把它变成观光工厂 那在这边你可以一片一片这个布 然后一拉线就变成一朵花 他们已经研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这边有一些比较科技的一些互动等等的东西 很值得大家来 当然镇内的话就像我讲的有这个老街等等的一些观光景点 那还有再来的话下去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福保湿地 福保湿地这边的话它有一个落农产区 它有一个这个水鸟区 再下去就是我们讲的方院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海空步道等等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沿路一直到方院大城整个的乡镇 都非常的自然化非常的棒 所以也符合我们现在疫情期间 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那到比较空旷的地方 到这些地方的话总是比较空旷 空气比较好 那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好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 刚刚王惠美王县长 因为他在告诉你就是说 彰化过去太被冷落了 就是台湾的台湾的国民旅游这么的发达 可是呢在中部的中张头呢 大部分人都会进台中 那台中的吃喝的介绍比较多 他是台中县市合并 他这个大都会 那南头呢因为有日月潭 然后呢再往再往嘉宜走呢 有阿里山 彰化经常就被忽略掉 可是明明彰化有很多的 自然跟人文的风情 他真的就是常常被跳过去 好所以我高度的推荐就是说 第一个大家 这些你们在县政府的官网上面 都可以找得到嘛 对不对 是都可以找得到 好那我建议你就说 你可以呢上这个搜寻的 彰化县政府 在彰化县政府的官网上面 他们都有非常清楚的详细的 那彰化的这观光旅游资源的介绍 第二个彰化 整个彰化县来讲 他是台湾的第七都 除了六都以外 人口最多就是彰化县了 换句话如果真的要讲升格 讲什么新竹市 那还差的远了 那个彰化才是最大的 那彰化呢 因为有两个比较大的都会 一个是彰化 一个是园林 那当然你如果进来了之后 如果在彰化住宿的话呢 不管在彰化或者园林呢 都方便 最重要那边 那这边有陆港 这边呢 有海线非常非常漂亮的 海岸线的规划 有很多的生态的资源 那他也有八卦山 这是我从我小时候 从日剧时代就很知名的景点 好 所以其实彰化县呢 非常非常适合你做呢 比如周末 三三天两夜的旅游的规划 好 当然吃住啊 安排啊 等等 你可能在交通动线上面来讲呢 自己还是要做一下的规划 因为彰化的幅源不小 好 那刚刚讲的几个的几个重点 不管是陆港 陆港小镇不用多多讲嘛 台湾的 台湾的历史的地标 如果你没有到陆港去看 你对台湾史的了解 大概顶多只有一半而已 那有一半的台湾史呢 都在彰化的陆港 然后呢 这个田尾的公路花园 全台湾你从高速公路边经过的时候 晚上点满的灯 那就是公路花园 台湾的你可以说台湾的 台湾的种花的农场 就在就在彰化 好 那因此呢 彰化呢 有非常非常多样性的 就人文跟自然的资源 可以呢 方便你做规划 所以不管你 你是到到中张头总体的旅游 或者你特别到到彰化 那把彰化呢 当做是你三天两夜 或者更长时间的旅游的重心 你现在呢 可以开始呢 认识并且呢 整理彰化的旅游资源 尤其还有很多很棒的优惠 好 当然这些呢 相关的信息呢 大家可以呢 上这彰化县政府的官网 哎好 那 那 我唯一我不能 彰化现在如果去旅游的话 在住住宿方面来讲方便吗 彰化的住宿 住宿方面这几年多了很多了 早期的话 真的是不是很方便 那这几年有一些民宿也回来了 那有一些这个投资的也都进来了 所以这几年的这个住宿确实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对了 因为早早期的时候 我想王惠美现在也很诚实讲 早期的时候大概比较观光饭店都在台中市 所以很多人都要住台中市 然后顺便有时间带到彰化玩一玩 但现在不管是民宿或者其他的这些呢 连锁的饭店呢 陆陆续进来了 所以你就不用了舍尽求远 好今天的第一次我们透过电话连线了访问了彰化县长王惠美 那王惠美接下去明年就要开始要拼连任了 是 好吧 加油 然后先恭喜 然后也也也鼓励大家呢 可以呢支持在彰化县的非常棒的王惠美县长 县长感谢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我如果 我如果来彰化 有空 有空你联络 我觉得让你包君满意 一定会带你到一些非学的地方 我刚刚光听到你说你说彰化的那个什么珍珠鹅啊 对不对 真的真的 那个听到就很心动啊 含牙又Q 真的真的真的 好下次来彰化的时候呢 找的找县长玩 而且我们这次的振兴卷里面还拿了三间房子出来抽 真的喔 真的 但是只有只有你说只有彰化县名可以抽吗 你来消费就可以啦 真的喔 对 然后你两百块钱就给你一张摩采券 然后你如果要大笔的消费的话 我们就会给最多五张这样 你让大家多来帮我消费 那还幸好你有提到呢 不然就漏掉了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电动汽车 还有很多的现金 给大家摸摸 OK 很棒很棒 好 感谢王惠美县长的连线 感谢 好 谢谢 谢谢江龙兄 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来张画 记得喔 OK 一定 好 来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们去茂林国家风景区 飞龙不饿飞的早餐 我是张家龙 好 接下去呢 我们到茂林国家风景区 茂林在哪里 茂林国家风景区呢 在高雄市啊 跟屏东县的交界的三区 他主要是在三区 那横跨呢 高雄市的桃园区 六规 茂林区 还有包括屏东县的雾台 马家乡 三地门 好 所以他横跨呢 好几个以三地为主的 这个行政区跟乡镇 好 那这些 这些地方 我不晓得大家去过没有 我在过去 好 比如我对 对美农啦 对马家 因为我最早去的时候 是那时候呢 马家水库呢 在规划的时候 我还特别去 那 那大概已经三十年前 我去的时候 美农水库那边 那边有很多蝴蝶 我就记得那边的黄蝶翠骨也好啦 然后这个紫斑蝶也好啊 那是我 我之前去在那边待了几天的时间 最最重要就觉得 哇 真真真壮观 然后之后 除了我之前去小邻村 跟往小邻村的山上走之外 我就再也没有到过 到过高雄 或者是屏东呢 比较比较偏山地的这一块 好 但是全台湾呢 现在的国家风景区呢 现在的 现在的管理规划跟行政区化呢 现在都已经很完善了 我记得全台湾有14个 13个 好 那是13个国家风景区 那茂林风景区呢 就在我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说高雄 屏东交界的这个 偏 偏山区的这一块 好 那这一块 你只要 那台湾的山啊 只要是山 山区 丘陵这个地方 那我可以跟你说 那绝对都是漂亮的 我觉得台湾的山林之美 是他的旅游的最大的优势 但是这个茂林国家风景区 他到底还有什么特别的旅游特色 我这算安排在礼拜五的这个时间 就是借着周末之前 大家呢 现在国民旅游 现在陆陆续续的都解封了 那旅游的管制呢 也降级了 你又可以开车出门玩了 出门很多地方呢 也也不用戴口罩了 也不用隔离了 那很多的餐厅呢 也都开放内用了 观光区呢 虽然还是有些人流管制 不过基本上你都可以去玩了 那今天10月8号 马上呢 你就有三天的廉假 那如果你想去茂林国家风景区 好 接下去的这段的时间 就交给来 为大家呢 为大家来 带大家呢 如何在秋冬季节去玩茂林 可以赏蝶 可以泡汤 还可以呢 吃吃喝喝 可以欣赏美景 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的 管理处的秘书呢 王中胜在我们的线上 周末兄在线上 是 主持人好 乡龙兄好 对 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茂林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局在哪里 你们的 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 就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我们就是横跨高雄市跟屏东县的三区 那其实是 比较临近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比较容易记忆的话 就是走台 185县 185县 的沿山公路 而且为二的 就是由那个英国的学者 推荐 就是一个是那个摩西哥的一个子 那个班碟 帝王班碟 那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子班碟 他们会迁移了 他们会迁移有一种渡冬现象 对 到比较冷的时候 他们就到南部来 七夕 然后到春天的时候 又北飞 对 那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特殊的 那刚才 所以他是冬天的时候会飞到茂林这边来 冬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冷嘛 所以他就往南飞 对 那因为环境要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像茂林这个地区 我们就是号称农药很少 空气新鲜 水质很棒 对 然后所以到山区来 就是你可以就是做一些 负离籽的啦 或分多金的一个交换 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是 那因为他这个特殊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就会到这个地方来来观赏 那像刚才主持人也特别提到 像美农的这个黄蝶翠骨 对 那南台湾 台湾的这个蝴蝶 之前有蝴蝶王国之称嘛 对 对 所以有四百多种的这个蝴蝶 对 那可是因为可能就是环境的一些影响啦 所以慢慢的会变得比较稀少 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不知道 就是说台湾的蝴蝶王国不是叫假的 台湾早期的时候的 很重要的出口品之一就是台湾的蝴蝶标本 那因为有太多的蝴蝶 可是我说我刚提到说 我在30年前 我骑着摩托车 从台北这样骑下去 一路我看台湾的这些的 这些的水土山林啊 这些 尤其是水库的一些情况 然后从高雄的阿公殿这边进去 然后到美农水库去看黄蝶脆骨 那时候我 那个时候是保育观念很强大 就觉得说一定要保护这些东西 不过从从那个时候呢 去去美农啦 去去马加这地方走过之后 我很诚实讲 我30年来再也没有没有到过这些地方 那你一定要来真的 可是那些地方 等一下我印象当中 它就是高雄的偏乡啊 是 对就很偏偏 比想还好 很邻近 我们就在美农的旁边而已 对啦 我那时候最远就到美农 那所以从 你再过来就会到六规茂林 那如果从高雄这边要 从高雄市 假定我今天搭高铁下来 是 从高铁下来之后 然后要到你们的国家丰领区 茂林国家丰领区 我要怎么走 它有 在高铁站就有搬车 会到旗山 还有到六规 六规 这个高雄客运的班次 对那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 这大客运 大客运 如果是要不然就是租车 就是租车 要不然就是骑摩托车 对应该都还可以到 租车你刚刚讲台2728 2728都是在美农 然后六规 对 其实很近 就是如果像是自己开车 从南俄高下来 关进这个国道10号 不用20分钟 15分钟到20分钟就到 起山 对那起山旁边就是美农 然后美农 再进来一点 往山里去 就是六规跟茂林 是 好 因为我都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高雄 好大 也没错啦 就是三区 对 你就是感觉像地图上面台湾会觉得很小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玩就觉得连高雄屏洞都让你觉得很大 对 好 那我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秘书呢 王忠胜呢 王秘书 来接下去我们的就如果 呃 好 我假的 因为今天今天10月8号嘛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 接下来就有三天的廉价 如果说我三天 我要到高雄 我要到茂林国家风景区去玩 请王忠胜帮我排一下schedule 排我的行程 你会怎么排 那第一天当然就是 呃 如果你们搭车下来 嗯 其实在上午的时间 10点应该就可以到我们的茂林 嗯 对 那茂林呢 现在就是刚好就是我们的那个双联赏叠季的开始 双联赏叠季 双联赏叠 因为他们花年 嗯 对 就是从今年的10月中 然后一直会到明年的3月 嗯 所以我们就称为双联赏叠 双联赏叠就是一个比较响亮的名称这样子 嗯 它都是紫斑叠吗 它是紫斑叠 那也有一些青斑叠 那还有其他的蝴蝶其实都会有 不过是比较大量的主题 是因为紫斑叠在这边做渡冬的一个情形 嗯 对 那来到茂林之后 这个是第一天 你就可以赏赏这个 然后走走周边 然后晚上就可以去住这个六龟的这个温泉泡汤 你就就住在六龟 住在六龟 住在六龟 宝莱 宝莱温温泳 那边的 那边现在的住宿 因为之前 因为巴巴风灾 对 巴巴风灾那边也都受创很深 非常严重 所以很多人大概都已经不太知道 它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它恢复的很好了 对 所以欢迎所有的台湾的游客 还有国内外的游客都可以一起来玩 好 所以宝莱温泉那边现在的住宿是OK的了 是没问题的 对 也很棒 所以晚上的可以住宝莱温泉 宝莱温泡汤 他们也有夜间生态的活动 对 那还有平常白天就可以去 如果是比较山上一点 花会慢慢开 它有赏煤的活动 对 那另外就是 他们还有很多的手作课程 因为在巴巴风灾之后 其实他们受困非常严重 那那个温泉头也被淹没 那在政府跟民间的一个合作之下 那所以把这个温泉头再重新找到 然后让所有的这个温泉业者还可以重获生机 然后再开始营运 对 那在五六应该算五年 这五年来 他们慢慢的恢复他们的生机状态 那我们贸领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也协力去辅导他们做一些 他们在地的一些产业的更新 让他们能再重新走出他们的这个过去的一些路来 这样子啦 对那现在都会比较走像手作啦 或者是一些在地的一个课程这样子 那其实游客也非常喜欢的 那这个是第二天 那第二天如果您是接到OK 我们比较习惯待在地方的 那就继续留在温泉区 那温泉区周边还是还有很多的相关活动 那如果有的人喜欢移动的话 那就可以我刚才讲的185线的沿山公路 那沿山公路往南走就会到屏东 这条线我没有走过 非常漂亮 对对对 我听你讲 我就觉得这条线应该是漂亮的 因为台湾的很多的山区公路 其实都很有特色 而且很少不会很多车走啦 对对对 我就讲因为有些 你如果都在平地 或者是走一些热门的景点 那车当然很多啦 可是你刚刚讲这个 茂林国家风景区里面的这条线 这条线听起来就很值得走 而且应该车子不会很多 当然假日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啦 可是平常时间真的车很少 然后所以非常棒 那我自己个人都非常喜欢 好 你稍等一下 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在高雄屏东之间的这个茂林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秘书 王宗盛的王秘书在我们的线上 那今天接下去的时间呢 我们会继续呢 请王秘书呢 带大家呢 到茂林国家风景区怎么玩 因为他在高雄跟屏东的比较偏山地的部分 我也不会建议你说 你一定要住在高雄市区 住高雄市区 你开一趟车呢 就就慢一点 有点远 对 所以你到了高雄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进山区 因为这边不管是 不管是自然的资源 或者说是呢 这种的自然的景观都非常的棒 那你要你要在这时候呢 赏碟的季节呢 已经开始了 温泉的季节呢 也已经开始了 那边呢 本来就有很漂亮的风景 你安排三天两夜呢 应该是会会会会非常非常的愉快的 一个一个一个周末的假期 好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呢 请王中胜呢 为大家呢 导览 如果三天两夜呢 你要去茂林国家风景区呢 你要怎么安排 请稍等 好 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来我们继续呢 透过电话连线呢 访问呢 人在人在高雄的 这个茂林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 秘书呢 王中正 好 那你刚刚讲说这条 你说那个是几号 几号线 185 185号线 对 就是高雄跟屏东之间 他都在茂林国家风景区里面吗 有部分不是 不过我们现在会考虑 纳路辖区大一点 扩大辖区 OK 对 好 那这条这条线可以看什么 这条线就是因为 整个像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 其实辖区有 那个五个乡镇 我们有六个乡镇区嘛 那有五个乡镇区是原住民 OK 原住民部落 六规地区的话就是汉人跟原住民 然后跟那个平埔族 还有客家族都会在六规地区 所以其实它的特色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那边会有很多的原住民的风景 特色对那以前我们早期说要看原住民的一些部落啦或什么的我们可能会去花东 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南部就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原住民特色更强烈 而且它的部落元素非常完整 对那所以如果说到走近 因为有好几个部落 那你如果说当然有闲暇就是一个一个部落慢慢走 或者说抽空哪一次走那几个部落都是非常棒的 对那我们刚才讲的第二天如果我们还是待在那个温泉区 那我们第三天我们就可以去走一下这个部落里面 那部落里面都有每一个部落都非常有特色 那这边也可以提到就是像屏东雾台像的一个这个那个岩板像 对那个神山部落还有那个雾台部落都非常棒 这是很有名的部落 那大家比较知道的话就是像三地门像 对那台湾族的艺术能量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们的手作艺术啦不管是石雕绘画木雕皮雕 还有陶艺琉璃珠这些手工艺的传承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对那我们在屏东就是因为八八风灾后 那这个部落里面受也是受损非常严重 所以政府也把它安置到一个叫做里纳里的一个部落区 那那个部落就是之前 就是我们马总统有称他为就是台湾的普罗旺斯 对所以是非常棒的 那来那边就会感觉有国外的感觉 对非常棒 那我们的游客中心就在里纳里那边 那里纳里那边 那个前面就有一些艺术雕塑品 那这次也获得一个国外的一个奖项 对一个Muse 美国的一个Muse讲是非常棒的 好 我坦白说不管是不管是文物或者是文化 或者是你要泡汤赏蝶 那或者是说呢去欣赏呢欣赏三菱之美 因为这条这条线你讲的一八五线 我听我就觉得那应该是很漂亮一条一条线 我没有开过啦 不过听起来我就很想要去开一遍走一遍 那特别呢可以去感受到就原住民原乡的部落 这个是我我很喜欢的 这可能跟我过去生活经营有关 我都觉得到原住民的部落 然后去跟他们吃吃喝喝 然后去跟他们聊聊天 那都是很开心的事情 而且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呢 一定除了很开心之外 一定有很多的农产品 一定有很多的原住民的一些的Omiyage呢 可以买的 这些呢当然你都可以到茂林国家风景区 反正这些呢都是不收门票的 相关的这些的旅游的guide line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到他的游客中心 第二个你也可以呢 当然去之前你最好先上网 到你们官网对不对 官网从应该从交通部这边就进去吗 还是直接打茂林国家风景区 直接打茂林国家风景区呢 就可以找到你们相关的网络上的旅游资讯 好当然如果你要在那边过夜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先把你的吃住交通呢 先都订好 因为放放假的时候坦白讲 最后就没有把握了 对对对对 人会比较多 是好所以呢那边呢 尤其在温泉区里面 现在已经到10月了 温泉季呢也开始了 也开始要准备开始了 对好所以呢 你就把这些吃住的这些呢都安排好 那你就可以很愉快的 你就躲到山里面呢 躲个三天两夜 我刚刚讲躲到山里面啊 我相信王中正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就你在山里面待久了之后 其实你是不太想出来的 没错 对出来的时候觉得 觉得城市人都好 因为很放松 对 就突然觉得城市里面的人都很肮脏 都城市 也不是啊 可能空气比较新鲜啊 空气比较新鲜 然后跟天空比较近 然后整个你的心情都是蓝色跟那个蓝色的天空 然后绿色的树绿色的山 对啦 没有啦 我开玩笑的啦 可是我我只说因为你真的你要在山里面生活过 你就会就能够体会 我说山里面生活过的人 你就觉得真的 要进城就觉得好好烦躁 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落出去 都会有都会的那个烦躁气 是是是是好 所以呢大家可以呢 可以如果到高雄的时候呢 常常去高雄呢 可以去享受一下 高雄屏东的山林之美 嗯 今天收获很多 好 我下次来高雄的时候 来一定先来找王周震 一定要来 来现场 然后转播给这个 好 没有问题 一定一言为定 好好好 感谢今天在我们线上的 茂林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秘书 王周震 周震谢谢 谢谢 谢谢乡龙兄 好 加油 好 周末准备迎客 感谢 谢谢 来我们要进广告 广告回到这新闻